您可以把小物件分成两堆 去帮助孩子了解多与少的概念 举个例子 您可以一堆放五个 另一堆放三个 你们可以一起数数 每一堆有多少个 您可以问孩子 哪一堆比较多 他们可以指向他 您还可以再问 哪一堆比较少呢 然后您可以放不一样的两堆 再问相同的问题 哪一堆比较多 哪一堆比较少呢 孩子对多与少的了解 是为学习加减法做准备 我才能做到一个 我才能来说 在一堆比较少许 您可以说 我还可以做到一个 我才能做到一个 我才能做到一个 公路的前面 我才能做到一个 我才能做到一个 我的推较少许 我才能做到一个 你才能做到一个